如今黑暗奥特曼的队伍是越来越多,也是愈发强大 尤其是奥特银河格斗中,光是抄斜杀手就召唤了很多新生代的黑暗战士,场面非常的恐怖 光之国的奥特曼有实力之分,黑暗的同样也是 那么他们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下面就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就是抄斜杀手了,是奥特六兄弟的怨念铁 因此他们几个也是非常惧怕抄斜的 还有那些他召唤出来的黑暗奥特曼同样也是小弟 因此他算是有点地位的,可惜在地中被新生代零四代罗的力量给团灭了 否则他也是会越来越强的 其次就是拖累架了,大家也是在正级看到 抄斜的诞生却是老拖在背后搞鬼 而且也是顺利的将新生代引入了圈套,也就是太家一开始的剧情 凭这一人之力将新生代给压制住了 而且很多外星人都非常惧怕他,因为他无处不在 而且战斗力也非常恐怖 在他之上的应该就是贝利亚了 曾经单挑光之国的存在 他的精英也被誉为最恐怖的 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 只是一点就能造出独立强大的战士 在战斗中还变身成了极恶贝利亚 别的有多帅气了 可惜他遭遇了一生速敌 也就是赛罗,好几次都被他解决了 当然最恐怖的还是源头队长沙芙琳了 在左飞和火山怪鸟的结算中 左飞因为头部被点燃,因此有了这个责 后来大家就一直玩 也有了源头队长沙芙琳的称呼 直到远古在欧布格斗中给了左飞机会 让他起白了 当然是以同样的方式 因此言头对讲的复仇 也不是谁都能够挡得住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带来内容了 大家这次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